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贏家戰略 今天台股盤中再創波段新高 當然大漲這100點 很多人會去想 哇這一波的行情怎麼一直 金金漲 一直漲不完 那當然今天2330台積電 開完法說之後 你很少看到這種超級大牛的全資股 這邊跳空往下爆大量 整理完畢跳空往上 整理再跳空往上 所以我圓越告訴大家 為什麼圓越3號我特別提醒你 資金行情 千萬不要預設立場 圓越3號我正式告訴你 我徐明哲過去一整年 我幾乎看空蘋果概念股 告訴你要保守 但是翻多之後我提醒你 為什麼要翻多 請你順勢而為 現在加圈指數再創波段新高 你告訴我從圓越3號到現在 到底是做多的舒服 還是做空的比較舒服 當然以指數的觀點來看 創波段新高就不用講了 這個我昨天就告訴你了 這三根K線可能很多人講說 這個會不會量價背離 我說這個叫中繼形態 它會再漲 今天這一波往上再創新高 你問我今天的K線 我還是告訴你 它是中繼再漲 所以既然漲不完 何必去找高點 手上賺到創波段新高的股票 才是真的嘛對不對 所以我在1月11號的時候告訴你 當整個加圈指數回測回來 這是孤島成星 超級強多形態23天 拉回誰先創高 它就是主流 拉回大盤的部分 你不用怕缺口沒有補 它都是一個多方控盤的形態 但是在那兩天啊 尤其是11月11號禮拜四 一個打回來 很多人講說過高背離 如果你拆過高背離 後面你就輸了嘛對不對 後面你就輸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說今天台股 往上大漲 對我來講意料之中 當然我沒有操作指數啦 要是操作指數的話 這個轉折到這邊 哇不得了 10800點到現在11122點 300點的空間啊 短短5天啊 所以當很多人在看 這個盤到底走完沒 那我要問你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還沒走完你要不要跟上來 這是我標準答案嘛對不對 所以很多時候當起漲的第一瞬間 你沒抓住 就好像這幾天我在講上陣指數 我從元月9號 我說我買富邦上陣正二 頸限突破的第一天你不上車 後面你眼巴巴看著 一檔超級大型股 居然創波段新高 當然我今天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最近的上陣指數 由於已經創波段新高 你要見好就收 因為短線上面有一些原因 我沒有辦法花時間在這邊講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結論 如果你起漲點53塊五毛錢有買到 那麼00633L最近你就不要追價了 但是我昨天特別提醒你 我說多方的攻擊 他是一波接一波 你千萬不要預設立場 認為今天漲完 明天漲完 後天漲完 沒有這樣子的事情 你今天買明天可以創高漲停板 你就有感覺不是嗎 所以我昨天特別告訴你 後萬點時代已經來臨了 一萬一千點 你不要害怕 我們召集攻頂部隊 有新的主流 有新的波段 但是你要記得出手 就像我們這一陣子在講說 生計指數 元月5號 突破之前我告訴你 先一財後新要 後面提醒你 來到緊線位置準備突破 後面大漲一天 後面大漲兩天 結果呢 生計指數昨天因為耗頂跌停板拉回來 我說耗頂拉回來 不代表生計族群就沒了 你反而要去看 誰領先創新高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陣子講說 當你在選股的時候 就好像很多人這陣子在看電子股 這陣子在看其他的傳統產業股 那麼通通都一樣 你要有自己的操作主軸 就像我看好生計 但是我告訴你 先一財後新要 這個輪廓是很明顯的不是嗎 所以我當時挑的這張股票 邦特先一財後新要 結果99塊半 後面來到波段新高的位置 平高沒有過對不對 那昨天4107的邦特 短線上面震盪整理 受耗頂的影響 但是受耗頂影響 跟他的趨勢有沒有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今天看到盤中啊 邦特從99塊半 慢慢慢慢爬噴出 攻頂啊 所以我昨天為什麼告訴你 我們在召集攻頂部隊 當你大盤沒有漲完的時候 你要去找這一種 未來會攻頂的股票 下去布局 那麼這一段不就是你的嗎 所以我今天看到邦特 盤中來到109元 他告訴我 這個邏輯是對的 所以我們這陣子提醒你 我說電子股裡面 我看好的是電競 我看好的是3D感測 這個方向很明確對不對 所以電競產業裡面 當微信創高 技嘉創高 紅機創高 你要去找 最會噴的 6150漢訊 今天啊 盤中震盪洗盤 漲完了沒 不要預設立場對不對 小心他嘎空 所以我們布局的 當然是籌碼最乾淨的股票 新掛牌的6591的動力 為什麼挑他 當微信往上創新高 你要去想的事情是 我要買什麼 會漲得比微信多嘛 對不對 所以動力在93塊錢布局 後面直接一波到頂 第一個頂喔 125塊錢34% 當然還沒漲完之前 來回震盪 我說攻頂部隊 一定有一個目標 是我們要去超越的 所以你回過頭來看 拉回來112塊錢 我買回價差單 有價差單在操作 你可以降低成本 昨天 元月17號 108塊錢 新會員布局 結果你知道嗎 震盪的兩天就沒有人講了 對不對 今天6591的動力 來到118塊錢 又準備創新高了 你有沒有看到 距離高點125塊 大概明天跳空上去就直接過了 可是問題是 當125塊錢 拉回來108塊的時候 你的看法是 他已經漲完了 還是認為 他沒有漲完 我要去買 這個又是賺錢的差別嘛 當你之前看到 哇 徐老師這段好好賺喔 那拉回來的時候 你認為他漲完了 還是可以買 我的看法是可以買 所以我帶我的會員軍去買 所以今天網上衝上來 118塊錢 光10張啊 光10張啊 10張差10萬 所以很多人問我 那這一波行情 到底走到什麼時候 我反而要問你 那你如果信任我 行情還沒走完 你要買什麼 不是嗎 我已經很明確的告訴你 我在108塊 112塊錢買動力 但是你的心理障礙是什麼 啊這個漲這麼多的拉回 怎麼可以買 結果你今天早上 還來108塊你不買 他今天來到118 明天跳空直接過 又是攻頂鼓對不對 所以這一波操作的過程裡面 你要小心 行情沒有走完之前 千萬不要輕易的放手 就好像我們邦特 報到了今天 創波段新高 所以 如果你不曉得怎麼操作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攻頂部隊 我會有新的標的 帶著你進場做布局 一波到底 標指前高 祝各位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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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